你信不信,在鸡肉的一百种做法里,我这个绝对能进前三 皮脆肉嫩不腥不柴,用平底锅就能做,配上米饭,那真是绝绝子了 鸡腿肉剃骨我有妙招,从关节处剪开,再从大腿内侧两半肉之间,用剪刀剪开露出骨头 然后就是沿着骨头把肉一点一点剃下来就行了 切掉白色的筋膜,在肉厚的地方划上几刀,不要划透 这样腌得入味,煎的时候也不会变形 接着洗净后加屏幕上这些基本美价都有的调料,抓匀腌制至少30分钟,否则不入味 视频都看到这儿了,麻烦您给个爱心支持一下,特别感谢 接下来平底锅不放油,鸡皮朝下下锅,鸡皮定型,金黄金黄的时候再翻面 两面都变色了,三分钟内再重复翻面两次 之后倒入腌制的葱姜和料汁,千万别加水,盖锅焖煮2-3分钟 鸡腿这么做,每次我们家玩都能炫上一大碗米饭 我觉得你也可以试试看